說到政府機構 我們之前有講到一個政府機構 他們不是執法人員 他們應該算是一群用著計算機 然後天天用電腦查帳的一群人 透過根據拜登政府的這個 在零通貨膨脹的情況下 要執行的降低通貨膨脹法案 要增加87000個持槍的 不是執法 持槍收稅的部門 IRS 上個星期流出來他們訓練的影片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未來面對的 會是什麼樣的秘密警察黨衛軍 你看就是這一群看起來像 就是大媽穿著Tactical Vest 然後走來走去 然後這個地方 OK OK 一個人坐著輪椅 然後他也是一個持槍的探員 OK OK Oh look at this guy Look at this guy 他看起來好像他準備好了 你看 雙下巴 後面的更是比較有三層的 我覺得那個 第二個比較那個 他的髮型都 都準備好了 OK 現在掏槍 然後他們要去進去 攝影機先進去 所以才可以拍他們 進入的時候的英勇事蹟 這個樣子 OK 他拿槍指到他隊友了 那個女的拿槍指了他 他們到底在幹嘛 OK OK 他 好像就是已經確定了說 他們只要進去的話 他們就 被抓的那些人就一定會反抗 的一個說法 I'm not saying anything 我什麼都沒做 我什麼都不會說 然後他們拿槍的姿勢是錯誤的 他們拿槍是那種 香港警察那種 拿左輪手槍那種 那個拿的方法 OK 這個 有四把槍指著一個老人 這個老人是什麼 John Wick嗎 還是什麼之類的 OK 壞人的槍是紅色的 那邊有一把紅色的槍 隱形的手銬 隱形的手銬 就跟那個 Kamala Harris 不是Kamala Harris AOC還有Elhine Omar 一樣的隱形手銬 張紹涵的那個 現在真的上手銬了 現在就變成張紹涵另外一首歌 有形的手銬 這個就是他們的 訓練的過程吧 不知道他們是 Anyway 看到這個我們應該感覺 稍微比較安全一點了 就是看他們拿槍的方式啊 還有他們 突襲的那個 走路的方法 他們好像 比較容易打到自己人 你看那個人 就是站在他的前面 然後他的隊友 就拿槍指著他的背後 如果這些就是 那八萬七千個持槍的 搶稅的員工的話 I think I will do fine 但是值得我們擔心的 是另一點 就是 這個是我們國家的 暴君 歷史上的暴君 應該都是那些什麼精英啊 然後是很厲害的 至少什麼穿著打扮 身形 都是 至少應該要讓我們 感覺害怕的才對 我們的暴君 那些 可以控制我們的暴君 或者是即將控制我們的暴君 只是 這個程度而已 真的是 令人有點難過 某層面 對我來說 比那些什麼 納粹 還要 更令人失去士氣 這個樣子的秘密警察 那個樣子的 黨衛軍 就可以把我們管得死死的 這樣子 一般的 平常的 甚至無能的 做輪椅的一群人 會有能力來管轄 這個自由之地 跟勇者之家 Nothing against people on wheelchair This is not the political correct thing 就是如果他們看起來都是一群 好像什麼海報突擊隊 然後同時又拿著計算機 然後很聰明 在那邊收水的黨衛軍 我都會覺得就是 噢 他們真的很厲害 我們真的好像 無能為力 這個樣子 但是 這個就是目前的情況 打壓我們的是一個 自己在哪裡都不知道的 老人癡呆總統 威脅我們的是一群 男人跟女人都分不清楚的神經病 管理我們國家動脈的是一個 休產假三個月造成全國交通堵塞的同性戀 跟我們收稅的是一群拿著玩具槍坐著輪椅 可能會因為旁邊的吃到飽的餐廳而分心的胖子 我們卻在這個樣子的情況下被威脅 歷史裡面在國家崩潰的時候有兩種人 第一個是壞人 他們喪盡天良中央極權 什麼壞事他們都做得出來 他們以為他們是這個世界的神 他們可以隨心所欲的做自己想做的事 第二個就是無能的人 這些人看到這些壞人做壞事 但是卻沒有一個人起來阻止他們 反而是幫助他們呼籲更多的人 什麼事都不要做 叫大家全部都變成山羊 說一切交托凡事禱告就好 這些人貪生怕死不敢為正義發聲 禱告原本是力量的來源 卻變成了厭世的藉口 這次的選舉我們真的要勇敢的站出來 跟身邊的人傳福音 介紹這些保守派的候選人 我們有義務要來維持正義 我們有義務要來打敗獨裁者 很幸運的是我們還有選票 我們不需要透過暴力革命的方式 來去達到這樣的事情 來去做到這樣的事情 我們要贏得的是思想 道德信仰的戰爭 我們要做的是基督的精兵 而不是逆來順手的懦夫 我們的敵人沒有他們想像的這麼強大 我們也不是跟他們說的一樣軟弱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AI NEWS